背负着1500万选场的约翰来到了温斯顿面前 温斯顿心里很清楚约翰不会对自己动手 因为自己曾经救过约翰一次 他跟约翰说 就在约翰犹豫时审判官走了进来 约翰和温斯顿的回答彻底惹怒了审判官 立刻打电话派联盟重兵来剿灭二人 温斯顿也带着约翰来到了自己的军火库 选武器时 黑林经理向约翰推荐了威力较大的手枪 因为联盟派来的人都是重装防弹衣 可能比较硬 黑暗后约翰发现对方的防弹衣 简直是坚固可对 只能通过近距离才能完成击杀 于是约翰又回到了武器库 约翰走出武器库 野魔再次降临 就连放弹的姿势都是那么的优雅 就在约翰准备解决掉最后一名敌灵时 光奴哥出现了 光奴哥见状立刻往楼上跑 约翰紧追其后 谁知道这是他故意射的计 约翰一进来就因为体力不治吃了贵 这两名杀手才是约翰的大粉丝 将约翰打打后第一时间做了自我介绍 还拿起约翰示好 约翰起身后逐渐找到了节奏 最终将二人打倒作为回报 约翰碰了我的目击 还剩下最后一个敌人 约翰上楼来到了光奴哥面前 约翰拔刀开战 光奴哥非常享用和约翰对打的感觉 一队扭打后 约翰将光奴哥放倒在地 夺走了手中的武器 最终光奴哥败在了约翰的手中 约翰一击之命 战斗终于结束 审判官却慌了 他打电话给温斯顿说要和谈 威斯顿答应了和谈 但前提是 保留自己在联盟中的地位和权利 审判官同意 约翰听到后 发现自己被威斯顿利用 可为时以外 审判官看到后非常满意 事情解决完便准备离开这里 可当他准备上车的时候 脸色一下就变了 约翰的尸体不见了 审判官一脸蒙熏 原来落在楼下的约翰 又被丐帮救了 原本应该和红衣大姐 一同消失的丐帮帮主 并没有死 他正在策划一场庞大的复仇计划 oh shit they took a finger ain't that a bitch oh oh John fucking wick so the old boy keeps his hotel and you take the fall can't say I blame him I would have done the same thing if I was in his shoes like this high table shit 7 cuts under the table is where shit gets done and they about to find out if you cut a king you better cut him to the quick so you pissed John i am i am yeah i 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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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